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例题 现在假设呢这个产品的需求函数D of X呢 它是800减掉3X平方 那么假设我们已经知道呢这个市场均衡价 它是500元 它是500元也就是P0呢等于500 那叫我们求消费者剩余 那因为呢消费者剩余呢它是 按照刚才的讨论 消费者剩余呢它是等于什么呢 我们要把0积分到呢这个 好这个0积分到X0 那对什么东西积分呢 对这个D of X呢减掉这个P0下去做积分 那这个积出来呢就是所谓消费者剩余 那我们现在手边有的呢 题目已经给我们的呢就是这个D of X D of X呢是800 减掉3X平方 好这是D of X 那减掉呢P0 P0呢是500 这题目已经给了 那么我们要对这个东西下去做积分 那从0呢积分到X0 那这个X0呢题目没给 所以我们要必须要下去求一下 那P0呢已经给定了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下去呢 把这个X0呢把它求出来 这个P0等于500 这个P0等于500 那所以呢这个P等于D of X 同学这个P等于D of X 那这个P已经给了 P0呢P是500 那500它就要等于这个D of X 等于这个D of X 就是800减掉呢3X平方 3X平方 那所以呢这个式子呢 我们把它移向一下 这个3X平方呢 它就等于300 那所以呢这个X平方呢 它就等于100 两边约分一下 那所以这个X呢 它就等于多少呢 等于正负10 那这个需求量呢 没有在负的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X0 这个X0呢 它就等于呢 这个正10了 它就是正10 那因此呢 我们把这个数据 把它带下来 就可以把这个 消费者剩余呢 把它积分出来了 那么这个式子呢 800减500 我们先把它呢 整理一下 那因此呢 这边就变成了 300减掉呢 3X平方 3X平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下去做积分了 300是常数 对X积分就300X 那这个3X平方呢 你给它积分以后呢 它就是X的三次方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上下线 带下去 挂在后面 那接下来呢 那上线带下 上线带入呢 减下线 上线10带下去呢 第一项就变成3000 那第二项呢 10的三次方呢 是1000 1000 那所以呢 我们就得到呢 这个最后 这个消费者剩余呢 就是2000 这个下线带下去呢 通通都是0 所以就不要管它 上线带下去呢 3000减1000 所以消费者剩余呢 就是2000 就是2000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图形呢 这个图形呢 如果呢 你下去呢 把这个 800减掉3X平方 把它画一下的话呢 那这个在几何上的含义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 递减的曲线 那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开口向下的一个抛物线 只不过我们这讨论正的方向 这个二次 二次函数啊 它最高次方小于0 所以这是一个 开口向下的一个抛物线 好的 那刚才呢 它给我们的数据呢 它说呢 平衡价是500 所以500已经给定了 那我们透过这个 需求函数呢 下去把X0解出来 X0是10 X0是10 那这个是均衡量 那因此呢 消费者剩余呢 就是在这个 500这个价格之上 500价格之上 然后这个需求曲线之下呢 它所为的这一块 这个阴影的区域 那这个阴影的区域呢 它的面积 经过计算出来 就是2000 那么它的含义呢 就是消费者呢 它可以节省的这个金额 它可节省的这个剩余的金额